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通常来看呢我们会把这个多模态划分为几个方面 那么一方面呢是按照这个行业来去划分 然后以及按照时效性我们会把这种各类各种物联数据 然后去汇聚到我们的这个数字底座当中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这样一个这个迁移 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迁移啊包括其他类型的等等一些这种数据 我们会按照不同的这个平台划分 然后因为他们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个数据结构 以及不同的一些格式类型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吧 我们会把这个多个行业多种结构 以及多种这种模态和形式的这个数据 然后去汇聚到我们这个数字底座当中 我们如何去确保这个存算管一体化的这个基础呢 那么在这种建设过程中会面临到一些这个技术的数据管理的一些技术难题 那么首先从这个数据引接汇聚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我这些刚才提到的多个行业多个类型以及多种这个格式的一些数据 如何去确保通过统一的这个通道来去进行一个汇聚 以及我们在数据管理的过程中会面临到的四个问题 比如说这些数据如何去高效组织 或者说我们再去做这个数据生产以及更新的过程中 多人协作的一些问题以及数据版本的这个问题 和我们数据在这个引接过程引接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去来进行这个高效的存储 那么再到后面我们会面临到比如说跟这种跨行业的 以及我们这种分级的一些这个部门来去做这个共享交换的时候 我们如何与外部系统去做一个交互 那么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个现在我们即将呈现的 这个多模态空间数据管理的一览图 里面涉及到了从数据进得来管得好 以及出得去的这个各项技术 来去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多模态数据 在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机制的这种包括数据优化 数据组织以及数据管理各类型的这种机制之下 然后来去打通这个数据管理的这样一些这个屏障 那么首先在数据汇聚阶段 刚才下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们这个多模态就包含 这个五大方面的这个一些数据吧 然后这些数据呢我们需要去汇聚到统一的 以超图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数字底座当中 我们需要去用多种类型的一个数据汇聚的手段 那么就包含数据读取数据导入 以及这个服务接入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数据的汇聚 那么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去看 那比如说在数据读取方面 刚才欢欢其实已经介绍到了 那我们就以二维方式为例 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那么像现在我们对接到的这个GIS平台 以及数据库的这个矢量文件的一些这个引擎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去打开第三方的这个矢量文件的这个数据 然后去直接读取 然后分析的结果呢 也可以直接去写入到这种三方文件中 那也避免了一些导入导出的这种中转环节 那么三维方面呢 我们也支持比较多的一些类型 像现在大家如果去展区的话 也有看到我们已经支持了越来越多的像BIM 倾斜 点云 筋膜 然后包括地质等等一些数据 那我们都以这个直接导入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去无缝对接 那么像片子中我们展示到的是一个CT Engine的这个CGA的一个数据格式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以直接对接的这样一个方式 将模型的骨架纹理 然后包括坐标等等材质啊等等一些这个信息 来去进行一个无缝的接入 那么另外呢 还有会去针对一些这个第三方常见的一些数据类型 然后像CAD 我们也支持通过这种导入的方式来去进行对接 那么超图呢 也是在这个跨平台方面 进行了多年的一个深耕 那目前呢我们是唯一一家这次厂商可以在ARM环境下去进行导入导出DWG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将这个图源啊像配色 然后还有一些符号啊注记等等来去进行这个无缝的一个导入 那么也为行业的一些用户呢 去提供这个比较灵活的这个基础设施选择和技术的一个保障 那么另外数据格式 那么就不用多说了 刚才数据类型都那么多种 那么我们数据格式的话 也面临着多样的 然后包括一些通用的行业的一些100多种这个数据格式 那么服务方面呢 我们也支持像这个OGC 然后还有一些大家常用的一些这个互联网的在线的底图 以及流等等 以这种协议的方式来去进行对接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AIS传播数据的这个原始 然后我们通过定期获取这个HTTP的一个通讯协议 然后来去保障这个位置数据 每隔一段时间来去进行一个接收 然后解析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这个抽息处理 然后最终呢 输出为一个这种比较美观的 然后或者说我们可见的这样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状态 然后把这个原始数据去存到这个数据库当中 那么这些数据呢 大家可以刚才感受到这个多模态数据的一个就是广度了 那么我们针对于这一块呢 我们如何保证这个数据管理的一致性呢 那么就涉及到多模态数据的一个高效组织 然后刚才其实前面的片子中也介绍到了 我们基于不同类型的这个数据 就是同一种类型 然后不同来源的一些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会以相同的这个结构来去做存储 那么就涉及到多模态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目前可能看到的比较典型的 用到比较多的像点线面啊 网络啊等等 然后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新型的 像模型数据集啊 视频数据集等等 那我们举几个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几个例子吧 然后像这个现在我们管理常见的一些这个海量的影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几百幅甚至上千幅的这些影像拼接在一起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其实通过这样一个图很难去知晓 然后包含我们现在就这么多这个影像 我们会涵盖到哪些行政区域 然后再包含我们还会想知道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所在的这个位置有哪些影像可以去涵盖到呢 然后这其实都是我们正常在这个数据管理工作中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这种相见数据集的方式来去管理海量的影像 那相见数据集呢可以去 它比较好的一点是它可以去管理这个多类型多格式的 然后包括不同就是有初级的有这个不同级别的一些这个影像生产的一些 这种产品然后我们它主要是去用这个原数据 然后加上这个原始影像文件的方式来去进行管理 那只需要去记录影像文件的路径轮廓包括分辨率等等一些这个原信息 那就可以在加载的时候呢直接加载原信息 就可以快速的进行这个动态镶嵌的一个展示 那么在镶嵌数据集中呢我们还会针对于一些这个海量影像的这个管理 以及动态展示呢再来去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那么像盖世图啊影像金字塔等等 都是为了优化影像海量影像数据的一个展示和处理速度而去设计的一些这个优化策略 那么比如说影像金字塔 然后它其实更关注于这个单一影像多级分辨率的这样一些存储 而我们在这个盖世图的一些应用中 它其实就是应用这个一个盖世图可以鸟看所有的这个海量影像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它可以在重点侧重于去这个加载这个全幅影像整体的一个浏览速率 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进行这个小比例去查看这个海量影像的时候呢 快速的去利用盖世图去显示较低分辨率的这样一个副本 然后在放大的时候 它再继续做这个精细绘制的这样一个处理 既确保了我们浏览速度又能减少我们资源的一个占用率 然后所以说在我们去做这种影像服务的时候 我们更推荐去用像影像金字塔加上盖世图的方式 对性能的这个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是刚才提到静态的这个影像数据 然后还有一块是我们现在在视频数据这块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视频数据集的方式来去管理 然后其实它跟相线数据集的原理比较类似 然后它更多的是去用这个相线数据集的 视频数据集的方式去管理 包含像无人机车载以及定点摄像头的这个本地文件 它可以去管理不同来源不同形态的一些这个视频类型 然后它可以通过这种传参的方式呢 以这种服务对接的方式将视频的这个原信息 去这个引入到我们视频数据集中来去进行这个统一的管理 然后这是我们通过这种传参 以及这个下面看到的这个视频 它是通过这个参数配置的方式呢 来去进行这个次点配准或者这个参数化的配准 从而去做到这个高进度的视频空间化 然后这块展示的是跟一个影像去做的这个视频融合 像我们现在做到更多的跟我们三维模型的一些这种融合 然后包含跟各类型的一些基础底图的融合 然后都可以来去进行这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展示 那么在这个视频数据集的这个管理基础之上呢 我们就可以做到一路这个一个视频数据集去处理 管理多类型的多录的一些这个视频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一个项目中吧 然后基于一个视频数据集大概可以管理到16路 就是我们这个比较普通的机器 然后同时保证这个流畅的一个播放 然后帧率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那如果说单机多任务还不能满足您的需求的话 然后也可以去搭载这个多金分布式的这样一个环境 来去确保这个海量影像的海量视频的这样一个快速的组织和管理 然后另外呢是我们在这个多模态数据集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面临这种大型的GIS任务 尤其是数据生产对于一些测绘单位来说 会频繁的面临这个数据更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去用同一套机制来保证多人协作 以及分权管理和数据溯源以及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需求吧 然后我们会从三个角度出发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刚才也介绍到了有多模态的一些这个数据集 然后这些数据集又怎么样来去做管理呢 那就涉及到这个数据集的分组 然后它可以在这个同一个数据源之下 然后对这个数据集去进行这个分类管理 相当于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一直点进去 然后这一块的一个分类呢 可能一方面可以按照数据类型划分 这个可能比较少用 然后更多的是按照这个业务来去进行一个划分 那我们在这个一个业务文件夹之下 我们会把它用到所有的一些数据类型都来去进行一个统一的组织 然后在一个这个就是数据集分组之下吧 然后也可以存储不同类别以及不同分以及不同这个坐标的一些这个数据 然后还可以去进行套欠分组 然后另外呢我们在生产任务中也会涉及到多人协作 然后这块的话就用到了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用户管理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基于同一份数据要去做多人协作编辑的时候 可以既满足某些某些人他是可看的 然后有些人是可查的 还有一些人是可以做到这个可编辑的 然后去做这种精细力度的一个分级管理的模式 然后去确保我们数据的安全性以及隐私性可以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那么对于我们用户就管理者来说 然后他其实一旦设置好分组之后呢 他后面的一个管理维度就非常的就是容易了 然后不需要再去频繁的去做日常的一个维护操作维护的一个工作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数据更新的过程中分为这个长短事务长短任务吧 然后在这块呢我们也是有两个机制来去进行这个数据更新的一个溯源保障 然后一方面呢我们比如说再去做这个同事就多人去做同事编辑以及操作的时候 可能导致这个数据通途和不一致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利用这个事务来去对这个数据库中的一些更改任务来去进行一个快速的这个管理 然后这一块呢我们比如说保障了在某一些这个日常的这个数据用户的一些操作过程中吧 每一位连接到这个数据的这个用户他都能去共享到个人的一个视图和状态 然后去确保这个数据库状态的一致性 包括并发的一些控制以及回滚和数据的一个可恢复性 然后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数月的一些这个长事务的管理 那么针对于短事务的一些管理呢 我们就使用到了这个空间数据库中的版本管理 然后去确保这个多用户在较短的时间内去进行这个协同编辑任务 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在我们平台里面吧 然后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版本管理 从注册创建版本注册的版本 然后再到你编辑完之后呢去这个更新提交版本 这样一整套流程的功能都可以来去进行执行 然后这个里面展示的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版本下去做一个编辑工作 那么在创建完之后呢用户可以直接打开这个对应的版本 就来去做编辑 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增栅改查 然后还可以去做一些查询啊分析啊等等 然后它其实不受其他版本的一些影响和控制 然后在这个版本再把这个当前它编辑好的版本 然后去更同步到这个子版本中 然后比如说你跟其他人的编辑发生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的去提示冲突 然后去确保你这个整体 它的就是大版本是保持的一致性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 提供了时态数据的一个就是回放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它主要是去 对然后这已经就在回放了 然后它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段 然后就在地图上通过时间轴的方式来去 动态的播放你在这一个时间段内的这一些这种编辑 数据的一个变化 然后快速的去捕捉修改的一个部分 那么另外呢当历史编辑比较久之后呢 我们会产生海量的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如何在整体的一个资源池中去提高效率呢 也会从这三个角度来出发 针对于像这个大量的一些属性自断 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自断索引的方式来去进行一个优化 去提升这个整体查询效率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iServer服务器产品中 对700万的线数据做这个完全匹配的一个高并发的测试 那么在相同场景下呢 跟这个同类产品相比 耗时大概是缩短到了这个八分之一 然后并且呢我们随着这个并发量的增加性能的一个提升是更加显著的 然后还有一块是在这个空间索引这块 然后它主要是去提高我们这个几何图形的一些查询和访问效率 然后用到比较多的是这个R数索引 它主要是去做这个文件的一个优化 然后文件这个查询的一个优化 然后还有文件型这个空间数据的一个查询优化 然后还有就是GIS的索引 它主要是用在空间库数据库当中的 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对比测试 然后就采用这个158万的数据 然后在这个创建空间索引和未创建索引的这个前提之下 然后它创建索引是比这个未创建查询的一个耗时 缩短到这个六分之一 然后另外就是使量金字塔了 然后这块的话主要是去提升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使量 像千万级这个图班的一些数据 然后在加载小比例池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我们拖拉拽一下就会非常时间长的一些渲染耗时 然后在这块的话它主要是去按照就是原来的一些使量数据集 然后是这个比较就是最精细的图层 然后通过这个使量金字塔 它不同层级的一些这个算法的规则 然后就生成不同简化程度的一个数据集 那么金字塔的层级越小呢 它数据的一个简化程度越高 然后一些比较 比如说在简化程度最就是越来越高的话 它一些比较细小的部分就会变得这个模糊拟合了 然后这个就主要用于这个大规模的使量数据在小比例池下的一个显示效率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是在客户端的一个显示方面 那么千万级的使量面在使用金字塔的时候 全复加载大概是这个秒级的响应 那么同时我们在这个服务端出图方面呢 像也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 在金字塔的这个加持之下吧 优化后大概是在一到两秒之间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个这个高性能的这个出图了 然后并且在使量金字塔层级越小 然后请求越多 它整体的一个优化速度是越明显的 然后说到高效存储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可能在这个数据管理 或者是数据库选行当中吧 然后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所以说这块其实选择还是挺重要的 我们需要去保证这个读写的一个性能 然后所以说在这块我们推荐采用这个 这个矢量文件系统来去保证 来去存储原始的一些数据文件 然后关系数据库叠加空间数据库的方式 来去存储多么态的一些数据集 然后非关系型的话 那么就存储这个瓦片 然后像图数据库就存储这个关系型 就是图就是图谱数据吧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也看一下几个吧 一个是这个对象存储 这个刚才前面的片子中也介绍到 目前我们想支持S3协议 然后阿里云华为云等等 然后将矢量啊 山格包括三维数据发布为地图和三维服务等等 然后另一块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 关系型数据库叠加空间数据库的方式 然后这种方式呢 它可以去提供空间数据的 在这个宿主数据库基础之上吧 然后去提供空间数据的一个存算管的这个能力 然后目前呢 空间数据库引擎方面呢 我们自主在二年自主研发了 与共 然后它是基于华为的OpenGauss 扩展开发的一个空间数据库 然后也解决了这个宿主数据库一些 这个空间性的一些问题吧 然后从产品形态来看的话 它主要就是搭载在这个关系型数据库之上 组合搭配使用 然后目前可能支持比较好的 就是高斯DB的这个集中式和分布式 以及汉高和海量等等 然后像在今年发布的这个 2023年的这个开源产业数据库的一个白皮书当中 然后与共也是被列入到了 这个空间数据库的一个图谱名录当中吧 然后目前我们也一直在基于这个华为的生态 然后持续的去做一些优化 然后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从几个方面吧 然后持续的去提升空间数据库能力 然后上面标新的 就是我们一些这个自由的核心的一些 这个能力优势 然后像库内计算啊 然后这个函数扩展定制 以及网格编码和这个三维模型入库等等 那么在多模态方面呢 我们与共也支持了这个像一些二维的 二维的就不多说了 这个比较基础 然后像更多的一些B模啊 精模等等一些 这个三维数据的这个原数据的入库 然后以及通过这种网格编码的方式 来去进行一个管理 然后像因为与共的话 它是在这种存算管一体化的 这样一个基持之下 来去这个运行和优化的 然后所以说在这个大数据分析方面 然后这是我们在这个 某省的一个项目测试中呢 我们用了这个1500万的图班 然后叠加170万的这个城镇村边界 去进行三调图三调现状分析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分析的流程是非常长的 涉及到几次复值 然后统计 然后还有叠加以及坐标系转换等等 然后最终呢 我们整体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 用与共采用这个套件Circle的这样一个方式呢 来去一键执行 然后并且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些 开启了并行加速和这个Circle函数定制 等等一些优化机制 然后就大概是用了三秒钟 就完成了以前 他可能需要90秒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任务 然后性能提升的大概是在30倍左右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这个 因为与共是一个开源项目嘛 然后所以说他遵循这个OGC的一个标准规范 然后可以被不同的这个平台来去进行访问 然后最后呢在多模态的这个加持之下 我们需要去做到数据出的去 然后就确保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服务体系是兼容性比较高的 然后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有这个三个方面 一个是三种方式吧 一个是数据导出 然后通过服务器就Circle 服务端就Circle的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服务接口的一个兼容性 那么第一种的话就是导出 然后目前的话可以支持20多种类型的一个导出吧 然后用户可这种方式就适合于用户可以直接拿到文件 然后再去做数据处理以及管理等等一些生产和交付的这个场景 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GEO Circle函数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交互 然后这种的话适合于大数据复杂分析的一个任务 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这次服务的一个接口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具备三级服务的一个兼容体系 像OGC的REST 然后以及第三方的 然后总体来看的话 目前面临到的这个六大问题吧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这个数据输入输出的方式 然后包括多摩泰的数据集 以及混合存储管理 以及各类型的一些优化机制吧 然后最终确保这个数据进的来管的好出的去 然后以上就是关于多摩泰数据管理的全部内容 然后更多的内容就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在线渠道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